词曲 李宗盛 就是三藏法师传 两位老师应该都不陌生了 他说 玄奘大师曾经多次发愿 求生兜率陀天弥勒内愿 亲世当来佛 此事菩萨 随学种智 增上会学 那么甚至在大师舍受之后 有一个叫道宣律师的人 文件伟将军事件来告诉他说 玄奘大师 由善业力 今见生 独死多天 此事内众 也就是生这个弥勒内愿 文法误解 更不来人间 既从弥勒问法 误解得胜 请问 这个玄奘大师 还会回生说佛人间吗 什么时候回生 请陈老师先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的记忆里面 就是 玄奘大师在 慈恩传也就是三藏法师传里面 应该是有两次发愿要往生兜率陀天 奉事弥勒菩萨 其中的一次 就是说应该是应该是在坐船 沿着河坐船 结果碰到有盗贼 有盗贼来抢了那个船 然后把一船人全部都带到森林里面去 然后抢了他们的财物 那这一批盗贼 他们有一个习俗 就是说 每年要奉事他们的一个 就是外道的一个神旗 那是用人 用人来祭祀的 结果他看这一船人 就看到当时玄奘大师 就觉得说玄奘大师这个人长得很庄严 容貌很庄严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用这个人来祭祀他们的外道的鬼神 应该会得到很大的庇佑 所以他们就打算要杀玄奘大师 那么就当时就是 大师就是跟他们讲说 那你能不能够让我 先沉浸一下 让我跟这个祈求一下 那你们要怎么样 就随便你们 所以这个时候大师呢 他就很专注的 一心就意念这个 多帅头天的弥勒菩萨 那当时就是发了愿 就是说 我如果因为这样子被他们杀了 那希望我能够往生到 多帅头天去 去跟着弥勒菩萨呢 要学这个余学师理论 那这个发愿里面还说呢 说当我学成之后啊 我愿意赶快回来 来渡这些盗贼 让他们能够洗清他们这些罪业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解脱 这个是一次发愿 那当然详细的结果 当然就 后来就是这个狂风大作啊 然后就 这些盗贼吓到了 就把玄奘大师给释放了 那另外一次发愿呢 应该是 应该是在 也是在 还没有到 纳烂陀寺之前 到了一个寺庙 那个寺庙呢 供奉的是 观自在菩萨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那个 那个观世音菩萨很灵验 就跟他求什么愿啊 都能够达成 所以 当时 玄奘大师呢 也在那个地方呢 就跟 就买了那个花 串成花蛮 然后 发了三个愿 就是说 这个三个愿 如果能达成的话 我这个 花蛮 往这个 观世音菩萨 丢上去的话呢 那这些花蛮 可以挂到 观世音菩萨的手臂 可以挂到 观世音菩萨的肩膀 乃至挂到 观世音菩萨的脖子上面 其中有一个愿就是说 他是不是 绝顿菩萨就问 问这个 观世音菩萨 说我是不是 这样子我去到印度去取亲回来 能不能够顺利的 然后赶快回到中土去 当然就是要去解决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当时在中土所存在的那些佛法上的争议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这样子成就的福德 能不能够让我可以 往生到 这个 米勒内院 去 侍奉 米勒菩萨 这第二个愿 第三个愿呢 那就是提法的问题啦 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说 这个佛性到底是 到底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呢 还是将来才有佛性啦 结果 这个玄奘大师呢 当时发了这个三个愿 都满他愿 都说可以 包括说 你可以顺利去取经 然后回到中国去 你可以 将来可以往生 米勒内院 也告诉他说 众生都有佛性啊 所以我看到了就是说 慈恩传里面就是两次发愿 就是 往生米勒内院 就是这个 可是呢 说大师已经不回来呢 这个是 就是刚刚提问里面提到的 说那个道宣律师 他 那个 伟将军来跟他讲的那件事情 那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你看 为了要救那一传人 因为那一传人不是抢人家的钱财 然后又要杀这个玄奘大师 所以他为了要救那一传人 他要赶快去米勒内院学法以后 然后要回来救他们 然后去取经回来了 也要赶快回中国去 为什么 要把精益出来啊 如果 玄奘大师 他 他愿只有一个 他就是要往生米勒内院 第一个 跟 大师本身的 表现出来的那个 不舍众生的那个 那个 心形是不符合的啦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他只要求生米勒内院啊 免得甘苦啦 没有去印度 就没办法求生米勒内院吗 那为什么要辛苦的去印度呢 久死一生啊 好了 去了印度以后 你看破坏到那个 那个 整个声势如日中天啊 那还不足以求生米勒内院吗 那为什么还要辛苦的 还要把金本带回中国来呢 那金本带回来的 还要辛苦 每天有固定的进度 要翻译金翻译论 每天要求自己 今天没有翻译完 那就晚上要熬夜去翻译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只从伟将军的一句话说 玄奘菩萨已经往生米勒内院 他不回来了啦 这个是片段解读 没有把慈恩传里面 没有把三藏法师传里面 整个玄奘大师所展现出来的 那个雄猛的心智啊 还有不舍众生的那样的悲怨啊 没有看懂 没有考虑进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不会回来呢 每个人都有三世啊 佛教讲的就是三世嘛 那怎么会可能 就这么就 一去就不回呢 郭老师 因为伟将军他 有的人很会误会是伟陀 菩萨 可是不是样不是 他只是姓伟而已 是这样 然后呢 另外呢 他在所处的天界 他也是在似天皇天 他或许可以 因为 一些关系可以去 道立天吧 或是怎么样 但也只能这样的 这意思是什么 夜谋天都尚觉 过不去啊 那何况是都帅陀天 何况是都帅陀天的内院 内院不是呢 都帅陀天天人 来来往往可以进得去 不是 因为 就算要进去 你也要福德 不是说 跟佛法 一点姻缘都没有 就愿意进去 这样 然后我们就算他有福德 愿意呢 弥勒菩萨射受他 他进去很多法 还是也听不对 不一定能够懂 当然弥勒菩萨还有善巧 这就是证明呢 这实在是证明说 他不可能是第一首可以听 那他知道的一些 一定是片段的 他知道说 目前没有再来 这也是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业力怎么来 可是 大家就想到 没有业力有什么 还有什么力 愿力 有愿力就有 而且呢 就像陈老师说的 在慈恩传里面 已经显示说 玄奘菩萨的愿力 是多么雄厚 有人可以说四五天内都不喝水 真的没喝水 然后呢 这么辛苦 只为了把法带回去 给东土的众生 就给我们了 你想 这要多大的愿力才能够达成 那已经很痛苦 而且一开始他就可以退了 一开始就可以回去再拿水 再慢慢走就好了 可是他不要 因为他说我已经发了愿 所以一切是已经为 愿力为仙道 因为他说 我再怎么样 我宁可就死在这路上 我也不要再退回去一步 这样 所以 那愿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菩萨的十无尽愿 也是这样如可思议 所以我们知道 不再来是说业力不再来 没错 因为他远在四天王天 他所知道确实没有来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不知道了 另外呢 他也用听的 可是我们知道啊 在呢 法座上 大圣法都依正量做定 就是呢 就是 妙诀等诀 然后十地 九地 做做做做做做做 他没办法进入内约 他怎么知道谁是圣人 他人都用听的 可是 徐样菩萨不用说 他一定坐在哪里 坐在前面啦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下呢 本来就是圣者 不然怎么有办法 把这事情理得很清楚 甚至不是圣者的人 可以呢 去认色 未来佛的文字 谁有这么样的大胆 当 当这里说 论色是很客气 非常客气的说法了 所以呢 这样就理解说 玄奘大师的正量大力很高 那因此他在听完 弥勒菩萨的说法以后 就很多事情就会更清楚 因为弥勒菩萨已经快要成佛了 对啊 马上就下一尊佛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就能根据呢 玄奘菩萨理解 然后开示更多 因为呢 原则上呢 你很多事情 你呢 没有办法完全知道 那是因为呢 玄奘菩萨那时候 只有修到三残 所以呢 没有在定力完全的回复状态下 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话就是 他再去加修这个 就可以了 可是可能也 时间也不太允许了 因为他马上又有任务了 所以呢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 弥勒菩萨直接 说明说明说明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 误解成圣是本来就成圣 只是误解以后呢 知道的更多 因为呢 听完法当务道跟 然后最后呢 当然 人物来了就要怎样 就要继续来人间啊 就入胎 继续受生 因为呢 唐宋时期的禅宗 要呢 开始广传 总是要有核心人物来啊 不管一位两位 就是要来 这样 甚至连弥勒菩萨都亲自来了啊 亲自呢 单不带和尚 所以如何说呢 许让菩萨呢 就直接在那里都不来 没有愿力 然后呢 也不知道 跟世界上众生的报恩 报众生的恩德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呢 不断佛种 这个呢 就是他的愿力啊 他不是只有度 度 世间 而且是要让大家能够成就 好 这是我的看法 两位老师对 显然对这个慈恩传都非常熟悉 而且非常散说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众生的心性其实不太容易改变 那我们修学佛法之后 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心性把它改成好的 那已经改好的呢 当然就不要再去改它嘛 甚至要继续保持 或者说要强化它 那像玄奘菩萨这样的悲愿 这样的愿力啊 显然是好的 对不对 也是菩萨该有的 当然要继续保持嘛 而且它是经过长节时间才修得的 怎么可能会放弃 这也可以由刚刚我们陈老师所举的这个例子说 玄奘大师在印度 在中国的那种作为 那种态度 就是要救护众生嘛 不舍众生嘛 所以由这样的心性来看 它是不可能 会舍得下跟它有缘的这个众生而不再来的啦 所以归结起来就是 它一定会再来 只是 什么时候再来呢 不知道 从玄奘大师 那个年代到今天呢 已经一千多年了 或许 他已经来自现受生 很多次了 也不一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回答到这里 那其他的问题呢 我们会 交由 这个主办单位 用什么样的管道 我们再来帮各位解答 那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 讲座 我们今天的座谈 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 主要就是围绕在 两个人 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呢 主要的核心 主要的核心 我说主要的内容 就是第八阿赖耶士 那 玄奖大师跟平时导师 所红传的 也是以 这个第八世 为核心 然后去涵盖 一切法 这样的一个全面性 整体性的这个佛法 可是这个第八阿赖耶士呢 在成佛之前呢 有种种的这个中道性 其中有一项呢 叫做不义 不义 成为世论跟成为世论是 也是这样 一个是古文 言简意该 不容易懂 一个呢 是现代白话 详细解说 不一样的两部论呢 相隔千年 却是同一个内涵 所讲的都是 佛陀双灵一味至枝 玄奖大师 跟平时导师 也是如此 不一样的两个人呢 却有同一个心 他们护持正法 吹血显正 救护众生的悲心 虽然相隔千年 却是一脉相成 前后回应 当然我们今天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让各位知道 有这样的一本新书出版了 大家既然有因缘来参与这场盛会 那应该要好好阅读这本书 不但读一次 而且要读两次三次多读 而且要仔细阅读 要用心读 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帮助的 不论你已经实证 或者尚未实证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在我们这个座谈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 也谢谢两位老师 在提问的这个时段呢 给我们非常精辟的看法 以及分享 更谢谢各位来宾能够前来参与这场盛会 我们下期再见